百年时尚新,千年翡翠琴,买A或翡翠,将微信1177-6270,尽少期内,免费退换,让您花最少的钱,带最好的翡翠。 体育竞技原本便是很残酷的,如果想要代表国家承战士气,便是要首先打败诸多竞争者进入国家队。 但我国人口众多,有天赋和能力的运动员比一比皆是,想要进入国家队,本身就很困难,于是就有不少怀揣体育梦的人远渡重洋,希望能在国外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。 张陆毅便是其中之一,张陆毅目前已经是日本国家排球队的队员,身高2米06,是世界女排第一身高,他原本在我国81女排队打球,但为了更好的前途,他的家人鼓励他去日本度高中,并一直生活在日本,最终还加入了日本国籍。 现在的张陆毅早已改名为张鑫陆毅,他曾解释过,自己选择加入日本国家队的原因,他认为,国内的竞争太过激烈,体制内的选拔机制也不太透明,所以希望能在日本得到更好的发展。 但现实却给了张陆毅重重一击,他在日本的职业生涯也并没有想象出顺利,张陆毅虽然具有明显的身高优势,但反应速度偏慢,跟不上日本队的打球风格。 尽管已经入了日本国籍,可毕竟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,文化上的差异使他和教练的关系也不融洽。 这么多年来,经常被日本国家队的主教练晾在一边,现在更是被排除在首发阵容之外,只能坐冷板凳。 在国外受到冷遇的张陆毅,如今又有了改机回中国的想法,不过,我国国家队会不会接受他,就是个未知数了。 革命烈士江姐被杀害前,曾将自己唯一儿子彭云托付给表弟,希望他以后能报效祖国。 长大后的彭云成绩优异,被公派着美国留学,然而伺候的他却再未回国,而是在美国当中深教授。 当媒体问及此事,他的回答惹人争论。